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今天用土豆和鸡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 保证你吃一吃就会爱上 关键是做法简单,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一起看看具体的做法吧 这边我准备了两个小土豆 我们把土豆的外皮削掉 我加一加三口,两个土豆就够吃了 如果你家人口数量比较多 可以适量的增加土豆的数量 外皮削干净了之后 现在把土豆简单的清洗一下 然后控干水分把土豆放在案板上 我们来把土豆切成薄片 薄厚尽量切的稍微均匀一点 这样口感也会比较好 跟着再切成土豆丝 不需要切得很细 不过也要切得稍微均匀一些 不要薄一条厚一条 这样成熟度不一致 口感就不好了 刀工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擦丝剂擦成细丝 全部切好以后直接装入大碗中 做这一步时土豆丝千万不要用清水洗 因为土豆中本身淀粉含量很丰富 我们需要借助土豆中的淀粉来成型 直接往土豆中打入三个本地鸡蛋 加入鸡蛋不仅口感更好 营养也更丰富了 现在往里边加入一点食盐正在底位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去新蒸香 现在把土豆丝夹拌开 使调味料和鸡蛋均匀的混合开 使每一根土豆丝都灌满鸡蛋液 然后把土豆丝放在一边腌制五分钟 使土豆丝入味 接下来准备一个去皮的西红柿 先把西红柿切成薄片 底部不要切断 再切成小格子 最后就方便切成西红柿丁了 切好先装入盘充备用 跟着准备两个青红椒去掉根地 对半切开 把里边的辣椒籽去掉 这样吃起来不影响口感 再把辣椒切成细丝 青椒一起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丁 青红椒丝 青红椒丁可以稍微切得碎小一些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一块生姜 切薄片 再切细丝 最后切丁 一根小葱 对着切开 直接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 准备工作就做得差不多了 这时拿出一个小碗 往里边加入半勺淀粉 一勺白糖 一大勺的生抽 再来点老抽调色 之后加入一勺蚝油提鲜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调花开 搅拌搅拌 使淀粉化开 料汁就调好了 先放在一边 这时起锅烧油 油温微热 把土豆丝一点点放进来 把土豆丝盘成饼状 再让铲子整理整理 使土豆饼圆润一些 中小火慢慢煎至定型 感觉底部已经定型后 再轻轻晃动锅 使其收入均匀 一面煎至金黄以后 记住一个盘子 把土豆翻个面 使另一面也煎至金黄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阵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把葱姜放进来 煎炒出葱姜的香味 跟着下入西红柿 这时加入一下食盐 这样可以更快的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把西红柿炒出汁 炒软后把料汁浇进来 大火把料汁烧开 用铲子搅动均匀 这时就可以把鸡蛋饼放进来了 撒入少许的青红椒丁 然后盖上盖子烧三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看看 哇好香呀 现在就可以出锅啦 装入盘中端上桌即可享用美食 土豆和鸡蛋这样做营养美味 而且吸住了西红柿的汤汁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爱不释手 土豆丝里面很软嫩 越嚼越香 越嚼越想吃 汤汁用来泡饭更是一绝 如果你也喜欢吃土豆 就收藏起来试试这道菜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